大家好,我是謝時攝影機材的Oliver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些季節性的商品 那因為大家知道現在夏天已經快到了 然後梅雨季節準備要開始 所以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些 在這個時節會用到的一些必需商品 那首先呢 我們一樣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最近很熱門的這個GoPro的那個分水鏡 那因為潛水或者是去游泳池 大家在游泳的時候如果你用GoPro 那你常會發現說我的分水分得很不清楚 常常會是模糊的畫面 那因此呢這個分水鏡就會非常的重要 那這一個分水鏡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讓你在水底下的時候呢 它可以矯正變形 那在水面的時候呢 它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水上跟水下的畫面 那這一個機型 這一個分水鏡的適用機型呢 是HERO的5、6、7這三個系統 那這一個非常方便 就是只要把這個殼 把它螺絲拆掉 那就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把這個拿出來 那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潛水殼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機器放進去 非常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這是第一個我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GoPro的分水鏡 OK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沒有GoPro 但是大家一定有手機 那之前我們一直很熱銷的這個iPhone系列的這個潛水殼呢 也已經到貨了 如果大家準備要出國去玩 要去潛水或者是 不管是要潛水或者是游泳池 大家都可以來 花少少的錢 然後買這個潛水殼 只要1600塊 那你就可以達到一個深度40米的這個防水的效果 那而且這個最方便的是說 它完全不用下載任何的APP 它只要把你的相機鍵設定在這個右下角 你就可以去很方便的去操作它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APP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在潛水的話 如果你需要那個紅色的校正濾鏡的話呢 我們這邊也有在販售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邊看了你的潛水殼 也不要忘記順便帶一個潛水的矯正濾鏡 OK 這是第二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季節性商品 那接下來呢 氣象局已經發佈了 就是接下來馬上就要下雨了 所以呢 我們Martin的這個雨衣也已經到貨了 那這個雨衣呢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頂級的相機防寒防雨套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包裝 這個厚度其實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 不管你是要防寒或是要防雨 其實都非常的方便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看到 它這個有做一個鬆緊帶 因此你可以把你的手 相機放進來之後 你的手可以在這邊直接去做操作 OK 那這個地方呢 雖然是空空的 可是呢 它其實有附一個這個延長的 這個雨衣套 好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長鏡頭的話呢 你也可以就是搭配這個去做實用 那我們最近有一些客人啊 他要去拍廟會 那他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想法是說 他買這個的用法就是把機器放在這個裡面 那可以去避免就是那個鞭炮在炸的時候對不對 把你的機器就是炸的亂七八糟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要去參加廟會啊 或者是要去拍攝廟會活動的話 那這個也可以是你考慮的選項之一 OK 那這個是比較厚的 那當然我們也有近比較簡單的一個這個雨衣 接下來這兩個雨衣呢 可是他其實就只是顏色上的不同 一個是黑色一個是迷彩的 好 他這個是完全迷彩的 那有些人他如果說喜歡去戶外啊 不管你是要拍攝鳥類的啊 或者是說你想要有偽裝效果的話 這個就還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發現齁 這兩個材質很明顯的不同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雨衣的那種材質 OK 那他在底下這邊的拉鍊啊 他也做了這個防水膠條 去避免說這個水會滲進去的可能性 那在上面這邊呢 他是直接把它拉開之後 他就是一個延長的雨衣套 就是你如果是大砲啊 如果你就可以就是把它延長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拍鳥 你要偽裝也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而且他收納也很簡單 就是把它這樣折一折收進去就可以搞定了 非常的簡單方便 那另外呢 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哪一個 我剛才介紹的這兩款雨衣齁 他其實在這個地方 都有一個讓你可以放眼罩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把眼罩打開來 這樣凸出來然後卡住之後對不對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你的相機不會亂跑 相機不會亂跑 那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他在這個地方呢 他是做一個這個拉鍊的設計 他是做一個拉鍊的設計 讓你可以去做一些觸碰的功能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一個雨衣呢 就是除了雨衣之外 他也兼具了偽裝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在拍鳥啊 鳥繼續準備要去賞鳥的話對不對 就可以來買這個 這也是非常方便的一個 呃 時節性商品 接下來呢 就介紹 手套 那為什麼要 天氣這麼熱 為什麼需要介紹手套呢 其實因為 南半球現在已經是冬天了嘛 那有些人可能會去 或者是去比較高尾度的地方 要去玩 那你可能還是會覺得很冷 那這個手套呢 就會非常的方便 那 這一次Martin的這一個 之前我們已經介紹過的這一個手套 也已經到貨了 那 一樣的他這個就是可以讓你滑手機 這個地方可以滑手機 然後如果你 你需要拍攝的時候對不對 就是可以把你的手指頭就伸出來 非常方便 我把它套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要滑手機 然後或者是這樣子 非常的方便 那在這個地方當然也就增加它的防滑 就是它的效果 OK 所以這個也已經到貨了 那另外這一個呢 也是一樣的 它只是花色布一樣 它只是花色布一樣 那有點像是潛水布這樣子 OK 這個也已經到貨了 接下來呢 來介紹兩個新進的產品 介紹兩個新進的產品 介紹兩個新進的產品 那這一個呢 是那個 威馬的 那個 前 防水手套 那這個防水手套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第一個就是說 它這個穿進去之後對不對 它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它做的是比較密合的 好 然後魔鬼沾 那你可以把它黏住 避免水可以滲透進去的可能性 另外呢 就是一樣 在這個地方它是可以漏紙的 它一樣可以漏紙 好 所以如果你不管是要拍攝啊 或者是 你需要滑手機 都非常的方便 好 那這邊一樣就是加強的這一個 就是 耐磨的 然後跟抓力的 這個設計 OK 非常的方便 好 然後這當然也是有防水的效果 OK 那 接下來來介紹就是 真正厲害的這一個 手套 這一個牌子呢 叫做HIT3 HIT 那如果大家在網路上查的話 可以 找一個品牌叫做 HIT3Smart 那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個品牌呢 那 這個品牌其實是 專門在給奧地利亞 德國就是軍用的 一個手套 那它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這個地方啊 它是完全的皮製的 它是皮製的 所以它的保暖效果其實非常的好 那 另外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因為我剛才說它就是 在那種就是極端氣候 就是很冷的時候 會 戴著手套嘛 那 那個時候我們一定會穿雪衣 那些有的沒的 那 如果你這樣脫掉的時候 你要 放在你的 口袋可能會很不方便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的設計就很棒 它這有一個這個 防丟的 所以如果你在用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先把它套進去你的手裡面 好 那你到時候如果你要脫掉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擔心說 你到底要把它放在哪裡 非常的方便 好 另外呢 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了 它這個是皮製的對不對 那 可是我要怎麼樣去弄 拍攝啊 或者是我要拿東西啊 不是 這樣不是跟多愛夢一樣 沒有手指頭 不是很麻煩嗎 不用擔心 它在這個地方 它做了一個這個防水拉鍊 是為了避免水滲進去的 那我只要把它打開來 好 我先把手滲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好 等一下 好 然後因為這個尺寸啊 它有 S ML 跟XL 所以有四種尺寸 大家在挑的時候記得 就是要挑選到自己合適的尺寸 好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 把你的手指頭就是露出來 包括你的拇指露出來 好 非常的方便 OK 那這個在用的時候呢 除了就是說 欸 我這樣套進去 假如我穿得非常密合 然後我已經套好之後對不對 如果我要拉不好拉怎麼辦 它這個地方也有一個這個拉繩 讓你就是方便可以這樣抽取出來 OK 這是第一個特點 好 第二個特點 非常好的設計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還要做一個拉鍊 然後做一個小口袋呢 好 我們再回到剛才講的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就是穿的雪衣 我所有的東西我不好去拿取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零錢 或是把我的證件 就是放在這一個小口袋裡面 那它是左右都有的 好 左右都有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 假設你真的覺得太冷了 好 因為假設你真的是到了零下30度 40度的這個場景 你也可以塞暖暖包 好 也可以塞暖暖包 非常非常的方便 OK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呢 都可以到謝時來參觀選購 謝謝大家